哈喽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哈 自从YouTube改了那个Policy 我就很少很少在做视频了 呃今天为什么会来做这个视频呢 就是因为前几天呢我发了一个 呃在面指数发了一个 呃 关于这个种菜机 啊 然后呢 看到很多朋友啊就对这个种菜机呢 非常的有兴趣 好 看来大家的行情也不是很好了 所以要在家种菜吃对不对 给我猜对了吧是不是 ok 废话不多说哈 今天呢我就来告诉大家 关于这一切啊种菜机的一切哈 ok 首先从价钱开始哈 这个呢是我是从淘宝买的 他的价钱呢大概是278块人民币 ok 然后呢之后我还有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Spawn 他海绵哈 他海绵 应力大概是 呃 一毛钱人民币 呃大约是 呃 马币六仙 ok 六仙 然后呢 啊然后呢我还有买他的那个 这个AB营养液哈 AB营养液哈 这个一套呢 是2块8人民币 大约是 马币 1块7 1块7 马币哈 这一套种菜机 啊然后 10包的AB营养液 AB个10包哈 营养液 然后再加上这个 啊海绵100粒 ok 我总共花了大概马币200块钱 还没有加运费哈 我加了运费大概是240到250左右了 ok ok 这个就是 他的价钱 ok 价钱 然后呢 啊就到安装了哈 安装的部分 安装你们要注意 他安装的是非常的容易 不是很复杂的 ok 啊我觉得你们肯定是会安装的 他也不用使用到浇水了之类 就是这样 拆跟装就好了 可以直接装进去就可以 不需要什么浇水 ok 非常容易的安装 然后呢嗯 安装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他的水平啊 ok 首先你们一定要 啊把这个水平弄好 水平一定要弄好 ok 不然的话他的水会呃 会漏出来 ok 如果水平水平不正确的话 不会不会呃 平平衡的话 他会流出来 这个水平你们一定要把它弄好 ok 横着 还有中间的这个 ok 水平你们一定要抓好 ok 如果水平不对的话 就用道指来 挺一下哈 比如说挺在他的脚 挺在脚 或者是挺在他的那个 排的那边 这里 ok 这个底下 把它定一下 不然的话 会漏水哈 那那个 他水流的时候 就会漏水 这个就是安装的时候要注意的 注意的一个细节哈 一定要去把水平拿好 ok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他的尺寸 ok 长度大概是 100 100cm 100cm 高度大概是 140 140cm 然后他的 呃 阔度 阔度大概是 60cm ok 60 这个尺寸呢就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们啊有一个 家里有一个角落的话 至少你们知道这个尺寸是多大 然后 可不可以放得下 至少给你们知道一下哈 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讯息 ok 我来讲一下他的结构 这是整套 他也是有送 送包括这个水袋 啊 他的 他的那个 Timer Timer ok Timer 然后他的水棒 水棒在里面 水棒 他唯一没有包括的就是这个水箱 这个水箱你们要自己买 ok 他自己买 这个种菜机的这个水箱哦 水箱 不可以买透明的哈 ok 千万不要买透明的 因为呢 如果你买透明的呢 他会生青苔 ok 因为啊 受到那个太阳的照射的话 他会生青苔 所以千万不要买透明的哈 ok 然后他一排有9个洞 这个一排有9个洞 ok 有9个洞 所以四排有36个洞 就是一层 一层有36 所以你们可以种36颗的菜 然后总共呢 三层呢 是有108个洞 所以你们可以种 啊 108个 啊 108颗的菜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的他的系统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哈 ok 首先他是有啊 这个水板 ok 水板在里面的 这个是他水板的电 供电 然后我就割一个洞 让那个电线进去哈 ok 然后水呢是从这里上去 到最高一层 最高一层 然后他就啊 顺怀这样走 就从这里下去 ok 水又从这里下去 然后又开始走走 弯过来这里 然后再过去 那就弯过来又从这里下去 ok 然后又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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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到这里又回去那个水箱 那之后又上去水好 ok 然后呢他是有一个timers的哈 一个timers timers呢就啊他关机是半个小时哈 然后啊开机呢是五分钟 意思讲啊他开机的时候水呢流五分钟 然后就停了 停半个小时 过后又开五分钟哈 ok 所以他一整天你就店就一直开着 他就水就半个小时停一下 然后跑个走个五分钟 然后又停 ok 停了又跑五分钟 ok 这个就是他的系统 ok ok现在就来讲解一下 如何种 让那个 那个种子发芽哈的过程 ok 首先呢 就是要准备这个 这个海绵 ok 海绵 ok 还没有种之前呢 你们要把先把这个海绵 挣在水里面 大概挣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ok 让他充分的吸收水之后 ok 才开始种子 ok 所以这个海绵是可以这样开的 ok 可以开的 然后你们就把那个种子 塞在他这边中间这边 塞这样就可以 塞在这 不用塞到太深 塞到这样就可以 大概这样子就好 ok 然后就放在 放多多了 放在这里 然后呢 就倒水 放在一个盘子 放在一个盘子 然后水 让他 充分的吸收水 ok 他大概 三到四天这样左右 他就会发芽了 发芽之后 你们就可以搬到那个 种菜器上面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给你们看一下如何搬去那个种菜器那边 ok 就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他是这样的 这个是已经 之前我 已经发芽 发芽的 大概这么大 有三到四个叶子这样就可以移到移到那个种菜器上面 ok 这个就是他的杯 然后你们就把他的海盘拿起来然后塞进去就好了 ok ok塞进去了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酸菜机上面了 ok 酸菜机上面 就这样放到这边 就好了 ok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等着他收割了 就没有做其他事情了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现在来展结一下这个营养液要怎么用 AB营养液 一包有30ml 30ml 30ml 然后他是500倍的 500倍 意思讲他1ml 你们要放500ml的水来 啊 融结他 1L的水你们要放2ml的这个AB液 ok 这个2ml 这个2ml ok 所以他这个是30ml 30ml的话你们可以 放在15L的水里面 AB 这个这个AB液呢 你们不可以直接 这两个参在一起 然后再放在水里面 一定要 先把水 准备好 然后放了A过后 搅拌 搅拌过后才放B 千万不可以AB 你们放在一起搅拌过后才放进水里面 ok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ok ok 所以我里面这个这个水箱里面就是转的这个AB液 ok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啊 你们移植这些 这个移植过来之后就 啊 不用再做任何的 事情了哈 就 等 ok 就等他 长大 ok ok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大概是32天左右 32天 这个是他的根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根 我先拿一颗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嗯 这个就是他的根 ok 我们尝一下 你看 ok 嗯 非常的茂盛 ok 整个种菜机的系统呢 已经解释完毕了哈 ok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在我视频下面 留言 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啊 你们就可以帮我 按一下张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ok 谢谢大家 拜拜